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580期迷彩虎讲堂 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迷彩虎 今年4月份 央视报道的东福26中远程弹道导弹正式入列 18辆导弹车整齐排列 释放出强大的战略威慑气息 这次 在距离2015年胜利式阅兵首次露面两年半之后 东福26终于成军 开始全面形成作战能力 甚至网上传闻 一个旅24辆东福26导弹发射车的火力强度 一旦开火 8枚东福26导弹 就可对一艘航母战斗群进行饱和打击 那么一个导弹旅的东福26导弹 击射一次 并可打击三个航母战斗群 这一消息很快在西方炸锅了 此外 有美军高级官员也表示 中国装备了这一款一名精英的武器 将做事美军航母 在接近中国近海前要绕着走了 那么 相比其他导弹 东福26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它到底好在哪里 今天虎哥就结合此次媒体曝光 和两次夜兵的解说词逐条分析下 首先是关于东福26的通用性方面 东福26战斗部何尝兼备 既可碎型快速核反击任务 一可碎型常规中远程精确打击任务 同时又具备对海上大中型舰船精确打击能力 因此东福26至少有三个型号 核的 常规的 反舰的 而这三种弹头可以共用一个发射架 在执行不同任务时换上相应的弹头即可 这就是所谓的通用性 这种先进的智能弹头 进入大气层后 能以12到18马克速度飞行 并能够自动搜索动态目标 拥有精确打击海上移动航母的能力 结合东福26并不长的研发历史 显然这三种型号不是过去 从原型到甲野饼钉一路改进的模式 而是一开始就确定上马了 用一种模式发射架共有 可以实现一支部队多种能力 能够根据作战需要 在不同任务时间进行切换 这就大大集园了人力资源 和各种保障维修成本 美军的战俘和AGM-86 都是按这个思路设计的 其次就是东福26的无依托发射能力 弹道导弹的机动发射 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就能打 它需要有预设阵地 导弹发射场平的硬度 还有各种坐标都需要提前测量好 否则就会影响精度 机动发射 就是要在若干个预设阵地中选择一个 可是这样一来 不仅机动性受到一定限制 也增大了被敌发现的机会 并影响到导弹的快速反应能力 而无依托发射 就是走哪打哪 作战运用灵活 不在乎场地坚硬与否 坐标测量 分分钟搞定 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导弹的反应速度和生存能力 能够对多种目标实施有效精确打击 咱们还有一款东风导弹 炸战斗机机场跑道 有数砍瓜切菜 直接让敌战机胎死腹中 想要了解的朋友 请微信搜索米粉防务 回复关键词 机场跑道一探究竟 东复26的射程也是最大的一个亮点 大家都知道 常规导弹射程通常在几百到一千多公里 这是因为惯性制导距离越远 精度误差越大 常规导弹威力本来有限 误差大了就更不管用 而核弹头 魂灭力精神 打得准不准不是很重要 东复26既然能够实现中影程常规打击能力 就说明它的精度是有保证的 而如果想要保证它的精度 单纯惯性制导肯定不够 必然是使用了复合制导 和主动雷达制导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反舰能力 这可以说是东复26最大的秘密和亮点 尤其是与东复21D相比 东复26在反舰方面能够打得更远 该导弹的射程至少达4000千米 可以攻击从日本最北部到关岛 再到澳大利亚北部 以及狄格加西亚群岛在内的身影目标 而木丹精确的命中能力 也足以保证其有很大把握 机神中处弗得其航母 与美国机两栖攻击舰这样的大型目标 第二技术更偏近 毕竟结果隔了好几年 现在技术发展这么快 加上前面的经验教训 后来这更好几乎是必然的 否则没必要发展两个型号的反舰弹道导弹 总之东复26能够大区域无依托机动发射 和实施快速核反击 能对陆上中央目标和海上大中型舰船 只是常规中远程精确打击 是解放军何尝通用 全域射战的新型杀术舰武器 是名副其实的关岛杀手 第三次世界大战究竟会如何进行 就像这款经典策略游戏一样 玩家将扮演一名最高指挥官 利用各种战略对敌方进行致命打击 获得最终胜利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火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 提醒热血沸腾的战争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